法定人數不足 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進入大會開始 今天的議程 議員就政府施政及社會問題 向行政長官提問及行政長官回答有關的問題 首先以立法會名義歡迎行政長官各客 行政會委員以及各位官員 列席今天的會議 按照執行委員會第27邪撇2013號議決規定 各位議員按報名的次序 每次只提出一個問題 發言時間不超過兩分鐘 提問直到會議結束為止 今天的會議是由3點到6點 有30位議員佈助名 行政長官同意回答這30位議員的提問 會議才會結束 我們會有半個小時的休息 下面我們請高開賢議員 謝謝主席 行政長官各客 澳門要打造世界旅遊遊環中心 又要申請成為美食之都 但是現在搭車難 交通的配套又跟不上 中小企又長期面對人資不足 司機不足又無法補充 再加上申請飲食的牌照又困難 涉及跨部門的工作更加難上加難等等 這些都是影響澳門整體經濟發展的一個老問題 澳門雖然有眾多的特色美食 但是我們給不到遊客奔至如歸的感覺 美食再好都無法提升到這個旅遊的形象 相反是比旅客的負面印象更見突出 可以說連最基本的服務我們都提供不到的 為由怎樣能夠體現到休閒中心 一直以來我們都多次促請政府 優化本老的投資環境和改善營商環境 在目前的政策措施 也都未能夠真正達到利民便商的成效 想請問行政長官各下 就管路現實所存在的問題 就管路現實所存在的問題 政府又將會怎樣去面對 怎樣去解決 澳門又可以憑著著 rapper honey 什麼的條件去構建 世界旅遊休閑中心 多謝 請行政長官各下 多謝主席 多謝高開賢議員的問題 首先 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澳門特別行政區 有一定的優勢 請容許我介紹一下 建設一個中心 一個平台是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定位 也已經是納入了國家的總體規劃 隨著一帶一路越港澳大灣區 等國家發展戰略的落實 也為一個中心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澳門是具有建設一個中心的條件和優勢 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是獨立的關稅區有著制度的優勢 澳門也是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節點 位於經濟活力強的越港澳大灣區 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區為優勢 澳門歷史城區在2005年 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同時也獲得了世界旅遊組織 贊如為旅遊城市的出色榜樣 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 更是澳門旅遊文化的特色 博彩旅遊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 具有獨特的優勢 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發展的特色 我們也都已經逐步發展成為 具備文化、休閒、盛事、娛樂、商務、匯展元素等 知名綜合旅遊的目的地 也都為了旅客的住宿、餐飲、購物、表演、 會展、休閒養生和娛樂等各方面 提供了多元的選擇 在特區政府公布第一份的五年規劃裡 我們也是有序地推進一個中心的建設 綜合上述所說 由於國家的政策支持 和澳門本身具備了構建一個中心的發展優勢 並在制度的建設資源的投入上 做了相關部署 因此而在未來 我們具有信心繼續推進和建設 這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今天高議員問到的問題 我想我們作為政府是應該去面對的 亦都是在一個發展了18年的特別行政區裡面 我們必須去面對所出現的問題 但亦都不是因為這些問題而存盤 我們是需要認為我們整個的政策上是不對的 但我們依然會從一個大局的著想 特別在輔助中小企優化營商環境方面 亦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了中小企是澳門經濟重要組成部分 政府對中小企的扶持是從來沒有間斷的 而在五年規劃裡面明確提出了 促進中小企業增強競爭力 採取一系列中小企財政的援助措施 企業所得的補充稅免稅額調至60萬 跨部門的工作小組提供適切的市場服務 亦都以本地採購合作計劃推動中小企與博企的合作 繼續推動與地區社團商會合辦的社區消費活動 引渡博企及會展活動的客員深入社區消費 持續改善電子商務營商環境 支持社區商戶利用互聯網去推擴 在人資方面 特別在近期我和梁惠特司長多次探討 都是希望優先處理中小企財關於人資的問題 我們亦都根據統計和實際體的數字 我們是希望能夠再貼近一些 做到中小企財所需的人力資源去解決這方面問題 關於特別高議員關心到的飲食牌照 我借今天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無可否認是目前我們面對的一個問題 是營商環境裡面大家很重視的一個問題 在飲食牌照方面 我們分開了兩個不同的機構在政府裡面 包括了一些一般的餐廳或者飲食檔 是民政總署可以發牌 另外譬如大型的酒店、綜合體 或者酒店裡面的設施是旅遊局去發牌 亦都和大家同樣關心 就是很多時候 由申請發牌到發牌的時間比較長 這個當然要雙方面的配合 近期我亦都和多位司長去探討 這個牌照批出的問題 首先在民政總署方面 他們確立了用一站式 首先先和這個牌照的申請者進行會議 了解清楚之後 然後以一站式的服務 很希望能夠推展到60天去完成 當然這個是以配合為主 在旅遊局方面 我們亦都研究過 在一方面是需要 將過時的法律法規去進行修改 以配合現在發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都希望能夠加快 是回應到給申請者 他們需要配合的條件 亦都研究在一次總的驗修之後 如果條件未足夠 而又能夠給予時間 讓它去修改 我們是會做一個研究 臨時牌照的可行 種種的方式 都是希望能夠簡化 優化和減低了這個時間的問題 另外也有幾個點 跟大家介紹一下 譬如是舊的店 到時候他重新換了他的經營者 而改的 是否有一些可以突圍一些的辦法去做呢 另外兩種不同的看法 因為澳門拿飲食牌照 以至拿綜合牌照 過往也好現在也好 都很傳統找一些代辦的人 這方面政府的官員 亦有不同的意見和我表達 有一些認為 如果代辦的人他不清楚 可能會阻礙了主要真正的申請人 所以在這裡探討一下 是否可以社會的團體組織 譬如商會 譬如一些代表性的團體組織 他是有專人可以去做一下這些工作 和政府配合一下 但是另一個意見表達 就是如果有代辦人 其實是好事 因為他懂得 在整套的過程之中 這個我是跟大家分享的 我沒有一個主要的意見表達 但是另一個呢 我們覺得很重要 為什麼說社團 如果能夠介入有好處呢 就是因為社團 他為他的會員服務 而他知道會員的要求 通常我們希望 特別大家很關心的公佈部門 最近我和羅勒文司長也都談過 是希望能夠有個回覆快一些 而回覆能夠有個指引 怎樣去改變 舉個例 比如20日回覆 然後是指引是應該要改什麼 或者哪一方面不適合拿牌的要求 能夠做一些提點到這個申請者 他能夠盡快去改變的 這個我們是會在幾方面都會落實 來到希望能夠把這個牌照的申請 第一除了要保障大家之外 也都將時間縮短 對營商環境有所提升 我們希望這個能夠做得到 而幾位司長和他們領域的局 也都在研究中 而法務部門也都配合修改這個法律法規 因為有一些事實是已經運行了很長的時間 需要進行檢討和修改 配合現在發展的需要 特別澳門在大型的綜合體也都有這麼多 在不同的現在的發展裡面 餐廳的設計也都有很多的改變 例如大家都關心的 例如三樣東西都有提供的 例如酒吧、餐廳等等這些 這樣的時候又要怎樣能夠簡化到呢 我們是會努力去做這方面 但我們承認這個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特別對營商環境希望能夠優化 能夠速度提高 但是總的也都需要申請者的配合 因為始終要保障安全 要保障這個出品的安全 以及這個餐廳的安全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 鄭志強議員 道理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下五號 今年兩會 總理李一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研究和制定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以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優勢 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 7月1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和粵港澳三地的政府 在香港簽署了 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的框架協議 澳門特區 無論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群發展的規劃 即是配合一帶一路發展的戰略 都須善用本澳獨特的歷史、文化、經貿人脈 和網絡的優勢 為此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如何用好中央政府給的政策和措施 加快推進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和中國和澳語國家商貿合作平台的工作 並值一中心一平台 作為樓帶和橋樑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建設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鄭志強議員的提問 很清楚根據特區的五年規劃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和中國對澳語系國家的商貿服務平台 是我們的目標去建設的 我們很感謝祖國在這段時間 是容許了我們很多在國家戰略裡面的參與和助力 例如一帶一路 也都在最近的大灣區裡面 容許了澳門作為助力參與 和參與在整個建設裡面 在一帶一路方面 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了工作委員會 由行政長官出任 整個政府配合 在這方面特別 中央是希望我們 首先和廣東和福建合作的 這個我們也都是先後 已經和廣東和福建 兩個省進行了工作會議 也都得到他們的同意 關心和支持好 大家合作推動的計劃 在工作方面 我們特別是在資金融通 融資租任特色金融 以及在民心雙通方面 是因為澳門的過去是一個 絲綢之路海上的重要節點城市 也都是很多西方國家來澳門 是作為第一站 去到發揮我們在各地良好的喬卷關係 而澳門的龜橋也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走出去請進來 是令到我們很有機會 在這個民心雙通裡面做工作的 至於這個大灣區的國家戰略 其實粵港澳大灣區 我們在2015年已經和深圳 在當時部署簽署了深奧合作 共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備忘錄 在五年規劃裡面 也確定了發展戰略 今年的兩會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納入了國家規劃 政府是積極開展相關研究 進行深度的條言 也都是廣泛地在澳門諮詢意見 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之下 國家法改委粵港澳三地 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 建設框架協議 確立未來建設的方向 現在我們已經定了這個框架協議 下一個工作就是規劃 現在就是國家法改委 與三地共同研究這個 未來的規劃 關於粵港澳大灣區 怎樣建設成為這個 世界級的灣區 特別是關心到澳門的參與 這個我們覺得是一個好的機會 亦都給了很大的工作量 我們去做的 從一中心一平台到一帶一路 到大灣區的戰略發展 是令到我們提高了我們區域合作 我們兩個市場 國內和國外 國際的市場 都是要積極參與 所以很坦誠地說 工作量也大了很多 所以我們會很重視 在我們的政策研究 和內地事務方面 是需要加強的 因為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原本的區域合作 也是繼續推進的 譬如包括粵澳、敏澳、 京津企的蘇州等等 我們都是要繼續投入的 所以在下一步 我們除了積極配合了 利用這個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會 去支持好我們已經既定的目標 一中心一平台 我們是要自身 是要加大我們的投入 是在政策研究 和內地事務方面 因為政策研究 目前我們是一個項目組 內地事務 是由行政長官辦公室 基本去處理 我想發展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這兩個方面 是需要我們研究 積極去投入 和配合好的 那我很關心到 當時 鄭志強委員 問我們在 借著這個樓帶和橋樑的機會 和有機會參與 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的建設 是否能夠 能夠加快和推動到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那我想 這個定位和關係 我們是覺得很正面的 是有幫助和有支持的能力 因為在五年規劃裡面 這方面我們已經定了 是推進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無論在最高原則 在目標 也都定定了這幾年的工作方向 那這次能夠借助這個 一帶一路的參與 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我相信是有利於幫助到澳門的 因為有幾個方面 我們過去曾經多次 向中央有關部委 提出了我們的問題的存在 例如我們的地理的限制 我們的面積不大 我們的人才 而且是需要透過區域經濟 來打開這些制約的條件 那這次能夠充分 在幾個大的計劃裡面都參與 我是很相信 是澳門帶來一個新的發展契機 也都大家看到 在過去二十幾個月 經濟深度調整之下 已經是回暖大勢向好的 也都很高興跟大家說 在深度調整的兩年的經濟裡面 我們依然能夠嚴格按照基本法 平衡預算也都是有盈餘的 所以我覺得 2018年將會特別在這個發展方面 是我們一個很好的契機 既有國家支持區域的發展 也都自身能夠衝破一些制約 是向前發展的 所以對澳門來說 相信 2018年之後的幾年 是我們另一個 是經濟發展的 很好的時機 但是回心可能有一個問題 大家要思考一下 就是這個不是單是政府的工作 這個是澳門政府以外 我們去做多一點的工作 但是是整體市民參與的工作 我近期看了幾篇專家學者的意見 關於這個 其實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到底我們準備好沒有 來做這麼多的工作 我們怎樣可以支持好 我們澳門人去參與 這些國家戰略的建設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課題 我們是要繼續 是怎樣能夠 第一 引起了關注 第二 我們怎樣能夠準備好 第三 我們能夠助力到 特別是對中小微記 和年青人 能夠參與這些國家的戰略 對這些方面 我們已經在政策裡面積極研究 幾位司長也在統籌研究 希望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裡面 是跟大家介紹到 未來我們怎樣 但是我學習了特別是 我們到底準備好這個問題 沒有呢 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大家都去思考 怎樣做好準備 迎接這麼多工作量 我剛才也都跟大家介紹了 我們政府自己內部 現在都 我不敢說頭痛 都壓力幾大 因為 一浪爲一浪 每一個浪都是高過一個浪的好消息 但是我們怎樣 用我們現在的人力資源 和我們有限的 過去這些發展的經驗去做呢 所以我覺得既是政府要準備好 澳門的港大居民 大家的積極參與 以及準備 怎樣的工作 更加重要的 就是我們怎樣能夠提供到機會 讓我們的中小微企和青年人 能夠參與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 崔世平議員 多謝主席 特首 今年三月兩會期間 其實國家正式落實了澳門特區 會透過這個越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來謀求我們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從有利的條件裏面 希望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裏面 亦都可以坐上國家的發展快車 剛才特首都講到 我都想跟進一下 就說越港澳大灣區 無疑是澳門發展一個良好的契機 但也都有人擔心就說 澳門人和佔了商業 比例九成以上的中小企 它怎樣能夠進入區域裡面的競爭 會否是毫無優勢呢 會否連澳門本身自己特區 我們做著經營的業務 都進退失據呢 那一次想問一下行政長官那下 我們都明白 打鐵還需自身硬 那澳門人和中小企 我們可以怎樣真的有效的 提升我們自己的競爭力 政府在這方面又有什麼政策措施 來助力我們澳門人和中小企 把握這個機遇呢 謝謝 謝謝 林靖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崔世平議員的提問 我想剛才的提問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課題 我們真的在未來進行一些深入一些的研究 這個始終離不開市場主導政府去推動的原則 因為政府會主動謀劃研究廣泛宣傳 也都會聽取大家的意見 因為粵港澳大灣區 目前它是簽訂了框架協議 但是下一步就是規劃 規劃我想就是直接關係到我們未來很多年的工作 這個規劃是容許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參與的 我們一定會廣泛聽取大家的意見 我想又說回我剛才所說的 我想對這個準備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中小微企和青年人如何準備好 不管是怎樣準備 我想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到真正發展的情況 香港是不是有機會能夠設入 在這個契機裡面去發展的 我們也都看得到這個粵港澳大灣區裡面 九個內地的城市都是廣東發展得相當不錯的 香港、澳門 香港、澳門大家也都很明確 在這個框架裡面 是明確了要來到 充分利用這個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來配合整個灣區經濟的發展 所以無論在區域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都會產生變節的流動 也都在澳門來說有利的就是我們居住 創新、就業、創業的空間會闊了 舞台也都會大了 生活的質量也因為空間托寬而有所提升 但是是一個雙向的 在這個深化合作過程中 我想也都會同樣面對競爭和機遇 這兩個很關鍵的 所以我想在下一段 政府是要廣泛聽取大家的意見之後 我們來到綜合了 將意見回饋回給國家法改委 越港澳三個地區 來到在未來的規劃裡面 初步我們覺得有幾個計劃 我們是能夠去發揮的 第一個就是世界旅遊的培訓基地 因為澳門現在已經具備了全球一流的綜合項目 在這個旅遊培訓方面 我們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有相當的基礎 而且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可以去實習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世界一流的綜合項目 和這些五星級的酒店去實習 這個是很有機會的 第二個就是作為一個文化的基地 這個也是因為澳門的歷史形成 我們是一個中華文化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社會 經過幾百年 我們是聚了很多文化深厚的底韻 讓我們去發展這些初步題 另外也希望能夠發展這個特色金融 在融資租任方面來做 但是總的來說 我也覺得首先還是要我們準備好 聽了意見之後 政府如何能夠在這個推動方面 主動地去謀劃研究 支持澳門的中小微企和青年人 是有份參與這個計劃 當然也是同樣一個道理 我們也要透過這個研究之後 如何培訓 能夠去適合 例如大家存在兩個不同的制度裡面 我們也都要很應該學習好 兩地不同的法律法規 我們也都要學習到 作為市場主導 等等 這個我想也是需要的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 施加倫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下午好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 經濟發展成果與民共享 閣下在競選政綱和新春賀慈 也多次提出 會與港大居民一起努力 建設澳門完善制度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實現共見共享 這幾年 特區政府不斷延善社會的福利制度 提升了社會福利水平 實現更多的成果 分享於民 我相信在各下的領導和設計下 澳門有條件做得更好 全球金融集資顯示 澳門人坤的GDP高達9萬6千元美金 名列世界第三 但是澳門居民的幸福感並不凸顯 不少居民對經濟成果和發展的機遇缺乏 獲得感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 是讓人民覺得幸福 對於市民幸福感不高 獲得感不足的問題 政府有必要思考 究竟怎樣更好去發揮角色 在推動經濟發展的時候 比不同階層的民眾 都能夠實現這樣去分享成果 我想問一下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在進一步促進主導產業和成果分享 和新興產業的機會分享 究竟有甚麼制度設計呢 會不會藉著賭牌重新鏡頭 和政府主導區域合作項目的機會 重新去設計主導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與民分享的機制 例如我們可以將博彩的無所一撥一定的比例 出來建立全民共享基金 騰出部分區域合作的項目的股份 給市民去營購參與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施嘉倫議員的提問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特區政府的施政目標 在回歸祖國以來 政府努力發展經濟 以旅遊博彩業為支柱產業 對經濟發展無可否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同時政府也藉著改善民生 在公共財政資源的配置上 將民生的施政放在優先的位置 來不斷鞏固各項民生的福利 我很同意施嘉倫議員當初所說 澳門人的幸福感 根據閣下剛才所說 可能是未有達標或者你的理想 我們澳門人能夠生活得更加幸福的感覺裏面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我們政策研究室去研究一下 到底澳門人的幸福感在哪幾方面 是未能夠達到的 因為這個長遠來說是重要的 在一個地方生活 而我們的經濟無可否認 特別從2003年高速度發展 而幸福感如果不能夠同步是真的提升得好 我們可能要檢討一下在哪些方面 但是發展了這麼多年 當然也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會出現 剛才說到主導產業和新興產業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過去直到現在 我相信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都是會以這個娛樂博彩旅遊 作為我們主導的產業 在我們的稅收和就業 大家看得到整體的實際情況 但是也都是大家都很明白 特區政府全力以赴 是希望發展多元經濟 透過區域合作達到可持續發展 這個多元經濟的發展 亦都是得到國家大力的支持 大家看到無論在區域經濟的發展 無論在國家戰略部署的發展 都是容許澳門特別行政區去參與 這個就是希望能夠逐步 單一的主導產業 變為這個多元產業 大家也都看到過去的幾年 政府也都很努力 在博彩和非博彩元素裡面 是加強這個非博彩元素 希望能夠逐步將比例 來改變 但是一下子在短時間 我相信也都未能夠達到 多元產業能夠 比例大幅度提升 我們只是一步一步做 大家可以看到在五年規劃裡面 我們也都明確了 非博彩元素 在幾年之後所佔的比例 也都是逐步去增強 所以多元經濟 多元產業對我們來說 是很重要的 談到關於與民分享 其實特區政府過去到現在 都是基本有兩個原則 在理財裡面必定要遵守 一個是根據基本法的原則 平衡預算兩入為出 是希望達到有盈餘的預算 第二個我們就是 以民生作為我們最重要 在公共資源配置方面 令到過去能夠給予的 絕希望不能夠減低 大家看到在經濟調整的時候 也沒有將民生福利減低 我同意大家能夠共見共享 但這個有一個原則下去共享的 就是我們有盈餘然後去共享 這個也是在我參選的時候 是承諾了我們會研究 是盈餘分享的機制 這個也是在進行 但是如果將無收入直接分享 這個我自己是有一個擔憂的 簡單來說 當你將收入直接分享給市民 如果經濟好的時候 可能問題不大 如果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照顧平衡預算 達到兩入為出 如果無收入直接去分享給市民 可能就有這個風險的存在 好的時候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我相信施嘉倫議員 是很客觀看了我們過去統計的數據 我們事實上是很多年都有盈餘的 我看到在好景的時候盈餘 800億都有的 不好景的時候200多億也都有的 但是作為一個地區去管理財政的 我們始終都是以穩健安全為主 所以沒有設計到 將這個博彩的無收入 直接去給予市民去分享 而我們做法就是 將盈餘來分享 所以我們的設計 將年度我們的盈餘之後 一部份給市民去分享 一部份也都儲蓄在退休 來保障 當然這個是一個 我想新的概念 但是現在的制度裡面 我們真的沒有這個了 過往歷史裡面 有一些無收入 將這個博彩的 是去撥了下去的 這個是有的 事實上大家也知道 支持旅遊的 社會保障的 等等都有 但是在現在來說 我們現界政府 真的沒有考慮到 將無收入 直接撥給市民去分享 我們是有的 將盈餘撥去 跟市民分享 以共見共享的精神 那個原則 其實就是主要 我們是保證了 是一個盈餘預算 我們然後將盈餘來去分享 那你這個建議 是一個 比較我想 全民共享的一個新的建議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 陳明根議員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澳門的韓屋政策 除了做好公共洪屋的規劃發展 透過多謝江山 改善舊區居民的規制質素 同樣又是重要的一環 本路樓齡超過三十年的樓宇 有四千幾棟 多數是集中在 尤環、下環、新橋等地區 舊區重整、黑北、融門 但是舊區重整 由2004年提出 至今舉報為間 討論了十年 到了2013年 相關的法律被撤回 2014年 政府提出 多謝江山的規定 為此成立了多謝江山委員會 三年來 政府除了提出 暫時訪及暫時計劃 原性重整、重慶劫 稅務優惠制度 法律策案 將成立前置公司 牽頭多謝江山工作黨之外 實質工作沒有任何順順 請問行政總管國下 九區重整、日益必設 多謝江山委員會 作為一個諮詢的機構 除了提出相關的意見和建議 政府如何能夠將建議 展外櫃體的空間 指導推動有關的工作 政府在五年規劃中指出 北區是九城鬼族的工作重點 政府委員會在右匯設立市點 推出鼓勵性的政策 推動多市更新 或者是九區重整工作 多謝 請行政長官國下 多謝主席 多謝陳明金議員的提出 我想大家都很重視 包括了特區政府 對九區重整 以至到2014年推出的都市更新概念 我在這裡簡單報告一下 現在委員會給我的意見 在未來的具體工作裡面 包括了建議這個暫住房計劃 擴展為暫住計劃 另外在兩個法律方面 進行這個修改 包括了重建樓宇 稅務優惠制度的法律草案 有關部門 根據委員的意見 亦亦亦亦亦亦亦予延善 政府今年初 亦接受了委員的建議 第二個 就是小組 在八月會議提交 降低樓宇重建業權的 百分比的建議 你相信大家都很 adam 就是 一個舊樓的拆建 detectors 百分比改為多少才符合 以及更適合都市更新 所以這兩個法律是需要去做的 另外委員會亦都是討論 在這個第二專責小組 是設立政府存資公司的框架 政府亦都是對這個公司設立 是表示支持的 所以現在接下來的工作 一個就是組成了政府支持的公司 一個就是修改這個 重建樓宇稅務優惠的制度給一個優惠 第三個就是我們大家談了很久的 降低樓宇重建業權的百分比的建議 我想有這兩個法律和組織公司之後 就可以實質性去推薦 我亦都是很願意 希望能夠有試點的計劃 這兩個法律首先展開 謝謝主席 謝謝長官 宋碧琪議員 謝謝主席 尊敬的長官閣下 今天已經是第五屆立法會的 最後一次答問大會 在會期收官之時 回望四年的工作 一步一腳印 相信對錯歷史也自有公論 但是作為一位議員 只要一日在位 就要力盡其責 所謂日子 在各下帶領下的特區政府 也都是已經七個年頭 社會有目共睹 整個團隊已趨向成熟穩定 民生的發展也都是一刻未停 施政也處於光輝的時刻 但是在過去初奉營的經濟發展裡面 資源的平頸導致內部民生發展果足不前 即使在大量金錢的投入 亦都不足以彌補居民的負擔和壓力 有心者只要在街上走幾圈 仍然會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 退休公務人員 中小企 中收入人士 基層 青年 可一居小業主等等 生活的壓力不在話下 面對未來的發展更是遙不可想 似乎一切得個等字 甚至有部分人希望 時間到能有新轉機 仍然在變幻莫測的今日 時間已經不能夠化解一切 只有借助國家發展的快車 積極面對才有機會開創新的局面 面對今日的澳門 住仍然是居民心中的頭等大事 但是單靠公屋的政策 已經不能夠有效解決住的問題 相信只有公司房屋多管齊下 才能夠穩定健康的房地產市場 令居民按居樂業 為此請問長官閣下 公屋的行常化申請 已經刻不容緩 未來特區政府 會否修法將此制度化 各下曾表示正研究 引入新類別的公屋的可行性 會否將先租後買的制度 立日研究呢 在私樓方面 會否重開首次置業補貼計劃 以支援中收入夾心人士上樓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宋碧琪議員 實現澳門居民居有其所安居樂業 是房屋政策的核心理念 亦都積極透過增建公共房屋的資源 加強居民基本居住的保障 今年將開展新一輪的社屋申請 亦都集中跟進社會房屋的收法工作 之後呢 是再展開經濟房屋的法律制度全面檢討的 在這個社會房屋法律制度的修訂呢 將會進一步優化社屋申請和分配的工作流程 嚴格審批程序提高效率 確保公共資源合理運用 同時呢 是會考慮社屋行常性申請的可行性 先租後買的問題呢 對於青年人住屋呢 政府是理解的 樓價和租金的上升 會令到很多年輕人呢 想自己住的時候呢 就面臨經濟壓力 不少的青年團體和青年人 提出了不同的訴求 包括一部分希望先租後買 一部分希望以市價的一半去購買 亦有一部分希望呢 在京屋裏面呢 有固定的比例呢 是讓他們去分了這個份額之後去購買 土地的資源有限呢 首先我們是應該協助有需要的居民 當然這個也都包括了青年人 但是優先呢還是要照顧弱勢的家 團 政府很重視年輕人的訴求 所以在現在研究中引入新類別公共房屋 包括了年輕人呢 新婚的家庭呢 中等的收入呢 居住需要的 在已經委託學術機構研究本澳居住狀況 掌握社會實際需求 製作長遠公共房屋政策 參考的依據呢 跟大家講了一段時間呢 我們將會在這個九月份呢 是將這個研究結果公佈呢 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的 考慮到土地資源的 緊缺的客觀條件呢 我們公共房屋的發展方向呢 是要從社會分配的公平角度 綜合這個科學的數據 制定中場的計劃的 至於重開首次置業補貼計劃呢 在回歸前呢 是推出過這個四里利息補貼計劃 主要是澳門一個經濟發展特定時間內呢 是促銷大量的積壓的住宅單位 以減輕整個金融體系當時面對的困難 我們看回過去的紀錄呢 在09年推出的自治居所信用擔保計劃 和自治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呢 目的都是減輕居民在置業時首期壓力 和後續供款的利息負擔 然而在推出一年來呢 社會對兩項的措施意見不一 而且呢 申請者對補貼的需求呢 是一路按月這樣去遞減的 實際已經完成其階段性的作用 所以政府在2010 6月28日申請期限結束後呢 就沒有再延續相關的措施 因此呢 宋碧琦議員提出 是否重開首次置業補貼計劃 以支援中等收入和夾心人士上樓呢 我想在9月公佈了我們的研究結果之後呢 政府需要結合實際的情況呢 是再研究這個 是否需要重開 我只是將歷史的一部分介紹給大家 當時的情況 可能今天的情況又跟當時的情況不同 但我們會進行研究這個工作的 多謝主席 多謝行政長官 小智慧議員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各下 澳門經濟經歷了深度調整期之後 現時的經濟結構 亦都逐漸進行了轉變 在錯中複雜的社會問題和局面下 傳統的管理模式 施政的手段和制度 已經是難以從根本上去解決深層次的矛盾 和處理層出不同的新問題 要迎合社會的發展需求 和市民的期待 政府是面臨最大的挑戰 就是如何去提升管治能力 近年在國家層面的引領下 澳門參與了助力一帶一路的建設 融入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和發展 未來區域合作的推動速度將會加快 成效亦都會擴大 澳門無論是從人口、土地 或是經濟規模都是極其微小 需要拿著這些機遇迎難而上 順勢而為 付諸更多努力 才能夠跟得上國家的推動速度 因此特區政府管治能力 和施政效率的提升 已經迫在未知 管治能力的提升主要是 體現在跨部門的合作效能 公務員對國情、國策、法律的熟悉程度 政府制定和執行政策的能力等等 這些都要求特區政府探索提升管治能力的路徑 與時並進 妥善處理各方面的訴求 令到轉現期的時 澳門的行運致遠 請問行政長官 因應全新的發展局面 政府將如何加強公務員的任職、升職的管理 以及強化公務員隊伍的培訓 以提高公務人員的數值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蕭志偉議員的提問 我想我們回歸了接近18年 社會的管治也迎來了歷史性的轉變 由於歷史的原因在回歸初期 特區政府的管治經驗和人才的隊伍 事實存在了邊學邊做的情況 亦有不足 但經過了十幾年的實踐 我相信政府管治團隊的能力和水平 是得到鍛鍊的機會 而相對提高的 正在這支管治團隊的辛勤努力下 一國兩制的實踐 是成功實現了澳人自澳 高度自治的初步成就 這個所取得的 亦是得到社會各界大力的支持 使政府能夠運作得到 亦發展經濟改善云生 因此絕大多數公務人員 都是辛勤勞動 我們客觀公平地去肯定 但是亦都不能夠否認和迴避 政府的管治是存在了問題的 例如在社會的發展帶來新的問題 新的挑戰 與時俱進的更新觀念 進一步提升管治能力 和提升施政效率和效果 在理念和意識方面 政府是重視科學管理 和為居民服務以民為本 科學決策的施政理念 在制度完善方面 公職制度的改革 是促進公務人員的能力 和素質不斷提升 全面實施統一管理開考制度 就是我們的一個例子 在能力素質方面 無論在入職、進級和針對性的培訓 是需要加強和對外交流的 我很同意剛才蕭志偉議員所提出 我們應該加深和加強我們的公務員 學習我們國家的發展特別國情 另外對於法律和目前所要做的目標管理 這幾方面去加強 這個我相信透過陳凱凡司長的領域 我們將會在這幾方面去加強 因為事實走過了18年 現在對公務員的要求 和無論在本地的 我們在一個地區的運作 在國際好 在我們國內好 都是需要公務員充分來學習去發揮 所以我覺得一個國情的學習 一個在法律方面 以及在我們目標管理裏面 需要的知識和經驗 都是公務員同樣要加強 但是公務員 我們也要真的充分肯定 在這麼多的工作量裏面 依然在走過這18年 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去肯定是令到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運作 是保持了正常 以及在特發事件裏面 澳門的公務員隊伍 是真的團結和付出的 因為我自己也服務了特區政府18年 在我這18年的經驗裏面 特別對特發事件 澳門的公務員 是非常團結 盡忠職守為特區服務 所以很多次的特發事件裏面 大家都看到 我們能夠堪言度過 這個在公務員付出了很大 為整個地區的安全正常運作 這個我相信 因為與時俱進 當然是要提升 以及要繼續培訓 但是整體公務員的表現 以及在這18年的工作 是充分肯定他們的 謝謝主席 好 謝謝長官 馬志成議員 謝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是民心相通 澳門參與和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 應該結合澳門所長 將民心相通作為政策出發點和抹腳點 這樣才能夠行穩致遠 澳門其中一個優勢是龜橋 橋卷人口眾多 它的社會網絡遍佈一帶一路完善國家 以及全世界 它們在本路從事各行各業 熟悉中外語言文化 具有講法的人物資源 在建設澳門的過程之中 亦都促使他們積極參與和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 這個是實現民心相通的關鍵所在 澳門所有和諧共融的社會傳統 不同的國籍、不同的信約、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士 能夠和平友好共處 這個正正是民心相通的基礎所在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政府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方面 將會用好什麼的政策措施 進一步發揮澳門的優勢 鼓勵民間積極參與民心相通的工作 做到政府民間拍著族 還有澳門除了積極參與一帶一路 越港澳大灣區等國家發展戰略之外 並進行泛豬三國合作 京澳合作夥伴行動 蘇澳合作園區戰略佈局 環羽、環琴、藍沙、翠鏗等地開展具體合作事項 請問特區政府計劃如何做好各項工作的定位分工 制定系統協調的工作部署 確保資源分配合理 成果為益於民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馬志成議員的提問 我想在馬志成議員的問題裡 大家都看到其實我們真的很多工作要做 而且這些工作還是一件一件在推進 我想首先講橋方面 澳門是真的有一個優勢 澳門是有很多的龜橋 亦都相當團結 龜橋的社團 亦都和政府長期合作 走出去請進來的計劃 自從參與一帶一路特別在民心相通方面 我們也都先後去國家的部位、 僑辦、也都去僑聯等的機構 來到去黑談如何合作 也都透過與澳門的龜橋團體合作 這三方面特區政府、國家的部位、機構和龜橋總會 都合作得很好 現在在2018年應該相信是開展一系列的計劃 在2017年也容許了我們參與一些一帶一路的計劃 所以民心相通是經過中央的研究 希望我們能夠在這方面參與和助力 我們一定是希望做好這個相關的工作 至於整體來說 如何去做這麼多的工作 我剛才也說過 目前在兩方面我們要加強 特別是政府 在這個政策研究 以及在內地事務方面 因為由於這個工作量 是倍數地增加 令到我們需要在這方面 我政府的同事正在積極研究 如何能夠應付好 既已經簽訂了合作的計劃 以及未來發展的規劃 相互配合去做 我們相信我們會有罪地做 因為澳門的發展始終離不開 祖國作為我們最大的後盾 他給了這麼大的支持我們 給了這麼多好的國家戰略部署的計劃 我們參與 同時我們亦都和地區的合作 亦都相當多 正如剛才國下所提出來的 過往的越路合作 京澳合作夥伴行 蘇澳合作園區 還有橫琴藍沙 翠鏗等 亦都有這個 現在參與的一帶一路 到越廣澳大灣區等 至於分工和進展方面 我們目前和合作夥伴的工作程序 和進行方面是有序的 亦都配合得到 同時辛苦一些 但我們亦都會加強在這兩方面 事實上是 特別我們檢討了2017年 是加大了很多的工作量 在這方面 但請大家放心 我們一定會配合到 不辜負祖國對我們的期望 多謝 多謝長官 徐偉坤議員 多謝 謝謝 行政政官閣下 自從你在施政報告提出了 這個發展特色金融產業 社會一直對這個發展的概念 相對是比較模糊的 除了較為明顯的是 將澳門打造成為 每國家的人民 被清算中心之外 對其他的金融服務的功能 所知甚少 例如這個 什麼叫做融資租任 又或者如何 怎樣去配合一帶一路 這個戰略發展等 長官 可否詳細說明一下 這個產業的發展方向 而我們的人才 制度和法律 又怎樣可以配合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徐偉坤議員的提問 在五年發展規劃裏面 明確是推出了 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研究拓展這個特色金融 是促進金融業服務多元化 國家亦提出了一系列維號政策裏面 是包括了支持和助力澳門發展特色金融 特色金融的特色是在於 第一在自身的優勢 就是一國兩制自由港低稅制 立足於一個平台的定位 而金融的業務 是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 與鄰近的金融中心錯位發展 發展符合澳門優勢的金融業務 這個包括了融資租財富管理 以及浦宇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 在目標的市場方面 就是一帶一路完善國家和地區 繁豬地區以及浦宇是國家的 融資租任是發展特色金融的一個中心內容 它推進的方向是第一 善於用澳門特區的自身優勢 實現錯位發展 第二是以跨境融資租任為主目標 第三是支持本地和內地的融資租任公司 來開展它的業務 第四是除了澳門的融資租任企業 直接參與外 金融機構也可以間接參與 為項目提供資金的支持 在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 完善的發展中國家 在基礎建設方面 是需要較大的融資需求 澳門金融業可以藉著這個資金進出自由 和國際接軌的獨特優勢 是參與當中的投融資業務 為相關的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從中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 特區政府重視這個特色金融的發展 積極推動在人財、在制度 和在法律有關配套的政策 而配合行業的發展 在人財方面 人財發展委員會早前 已經完成了澳門金融業 未來人財需要的條言 為政府制定金融人財政策 提供參考依據 政府將會推動相關機構 培養本地金融人財 亦透過引入外地的高端人財 發揮大教的作用 培養本地人財的成長 在制度方面 我們支持國內許可及監管的大型租任企業 落湖澳門 也研究修訂稅收減免及財政補貼的有關法律 簡化落湖手續制度 縮短審批時間 提高行政效率 在法律方面 修訂融資租任公司法律制度 為行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相關草案 是獲批准進入立法程序 另外 政府亦對融資租任的 密的登記制度 是開展了現在的立法研究的 多謝主席 多謝行政長官 下面請 劉永成議員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作為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 醫療事業的發展 可謂是民生建設的優先項目 如加快推進 路騰醫療綜合體的建設 制定醫療事故的處理法規 加大對醫療的投入等等 市民因此對醫療質素的提高 是有所期待的 為了回應市民的期待 提升公私營醫療的素質 本人建議政府 是透過公共資源分配的機制的改革 讓市民通過自行選擇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方式 來優化資源的分配 減輕公立醫療系統的負擔 增加私營醫療機構的發展空間 讓公共資源的運用更具效率 請問長官閣下 政特區政府會否考慮建立一套 官民共同承擔的醫療保險制度 以市場化的機制去促進澳門醫療系統的健康發展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劉永成議員 我想劉永成議員剛才所提的問題 也是很多港大市民所關心的問題 因為有幾個問題 是跟每一位市民都息息相關的 一個就是醫療的成本提高 當然那個資源亦都是提高 無論你是公營的私營的 或者自己在袋裡面投入的 你都是提高了這個醫療的成本 第二我想關心的是質量 我們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關心 我們得到的醫療服務的質量 是不是我們的需求 解決我們的需要 第三就是剛才所談及的 制度問題 因為醫療融資 確實在世界不同的國家地區 都是一個相當頭痛的問題 怎樣安排財務 能夠適當地照顧到 有能力支付和沒有能力支付的人 都獲得到這個醫療照顧 是一個相當複雜 而有困難的課題 在這方面也過去 在二、三十年裡面 學習過很多國家地區 對於醫療融資和醫療的財務安排 去解決醫療的需要 事實上也沒有一套 是可以公諸於世 認為行之有效的方程式 我覺得是因應地區本身的 地區自己的特質 它的財政能力 它的醫療質量的水平 以及它能夠如何混合它的形式 就澳門來說 大家都知道是公營、私營和牟利 公營的是政府 私營的應該是修正 是不牟利機構的私營 單獨牟利的也是另一個私營 所以就是公營、不牟利 以及私營的三方面存在的系統 劉永成議員所提出的 其實也是很多 有遠見和比較長遠規劃的人 很擔心醫療成本的上升 我舉一個例 是我們目前大概70億元一年 在財政支出、在醫療 當所有路坦的綜合體和新擴建的完成之後 我初步自己的估算 當然不是一個完全統計 我認為是大概增加一倍左右 因為你從人手的設計到你支出 而且大家也知道 醫療的成本是不斷增加的 由於科技的進步 由於我們越來能夠做到越多的 無論是檢查、無論是治療、無論是康復 都是更加精細 而且精準地對病人的需求 去解決它的需要 所以我們澳門目前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我們澳門目前其實大家看到 全民醫療制度裡面 一個就是基本政府去包的 一個就是用福利制度包了 另外一種就是付費的 所以一種是政府以福利制度去包 一種是付費的 另外就是混合營的 目前澳門的醫療 政府基本上是給了大部分支出的 是包括了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基層的醫療 初級的護理基本都是政府包了 而且大家看到現行的法例 包括傳染病、癌症等等 很多都是政府包了 所以我覺得劉永成議員提這個概念 很值得我們去研究 但是有兩個問題衍生 就是澳門港大居民意願的問題 第一,願不願意參加 第二,願不願意負擔這個費用 因為如果這個制度的推行 我覺得最重要是 大家都要付出的 所以譬如僱主僱員好,政府好 大家都要付出的時候 我們的港大居民 在現在願不願意付出 願意付出多少呢?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長遠無可否認 劉議員所提的 是為政府減輕了一部分 所謂用者自負、有能力者自負 這些概念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共融的社會 是值得去推介 也都減輕了公營的壓力 去到某一個程度上 也都令到非牟利和私營 它的市場和空間 是能夠有它的定位 當然有一些工作 一定是政府要負責的 我舉個例 譬如傳染病 這些一定要政府去負責 但是這個這麼前瞻的看法 我想真的可能需要我們做一個研究 我的關心點就是市民 願不願意付出一部分 因為目前來說 我們所包括的免費醫療的安全網 相當不小 你可以比對其他亞洲國家地區 我們其實包很多 但是如果要付出的時候 這個議員的關係 所以我回答劉議員 今天這個問題 我覺得你很有前瞻性 但是可能我們真的要做一個研究 看看到底澳門人的意願 願不願意參加 因為如果一個全民醫療的制度 如果你本身參加的人數不夠 而不是強制 可能也同樣衍生了很多問題 變成一個單一保險制度 願意投保不願意投保 所以我答覆就是我很樂意 我們再交流 然後做一個研究 多謝劉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閣下 關翠恆議員 多謝主席 長官閣下 安居樂業是民生資本 回歸之後澳門的經濟發展 就業相對穩定 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福利都不斷提升 成績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安居問題至到現在 仍然是居民最大的困擾 私樓貴買不起 租又難 大家都很期盼有公共房屋 但是現在就偏偏供應不足 長官上次就說 在任內會重開公屋申請 但是我有一些疑問 4,600的計劃 講了幾年 到現在沒有一個可以動工 偉龍馬路 你又說可以建公屋 那些都是屬地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都動不了呢 還有 就是新城A區今年年底 已經會完成填海 那是不是可以盡快去規劃 和設計公共房屋呢 你可以告訴市民 這些公屋計劃 什麼時候才可以規劃興建呢 另外長官閣下 今年政府的財政收入雖然是增加 但是政府仍然以緊縮開支 部門預算不能夠增加作為原則 去制定預算 這個方向是值得支持的 但是由於運輸公務司範疇 是負責公屋規劃設計 興建分配 和居民的住屋是息息相關的 在制定明年的施政預算的時候 除了確保土地供應之外 能不能夠加大財政資源投入 在這些解決公共房屋供應的軟硬件的配套問題上面 讓計劃中的公共房屋供應 可以能夠加快落實 以舒解民困呢 麻煩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關翠杏議員的提問 政府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 是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資源 進行規劃 來確保公共房屋 能夠有序地持續供應 剛才談及的幾個計劃 我們優先跟進了 有偉龍馬路的地段 無拉時大馬路發電廠的原用地 以及探製西邊的 較大型公共房屋興建的項目 集中以大型屋邨的形式去增加供應 偉龍馬路我們亦曾經公開講過 預計希望建8000個單位 其實在16年6月啟動了程序 並優先考慮建公屋 現在亦是規劃建公屋 在16年的9月完成了該地段的規劃條件圖 草案的編制工作 在10月開展了15天的公事收集意見 其後交成規會聽取意見 但當時意見存在分歧 在16年的11月 相關部門按照城市規劃發施行的 細則規定再開展補充研究 然後直到17年4月 即今年的4月 有關的規劃條件圖 再一次提交成規會討論 現在獲得通過 有關地段的規劃條件圖 在17年的4月21日正式發出 我們儘快會編制這個圖織 亦都在這個月啟動了項目的 發展和建造規模功能配套的實質性研究工作 包括了大家很關心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交通評估 空氣 城市規劃 配套設施 商業基礎設施和規模 亦提供建造工程各階段的實施計劃 A區方面 由於這個港珠澳大橋的建設 確實停止了公沙一段時間 因為是國家級的建設 我們服從於這個安排 但是我們也要借這個機會 要很感謝廣東省人民政府 不斷和我們上方設法 能夠繼續公沙 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在年底完成填海工程之後 將會參照有關的規劃方案 開展新城A區公共房屋公共設施的 後續規劃工作 A區的北端開始 會選取有條件地段 編制這個規劃條件塗草案 進行公開的公示和交城規會 聽取意見 剛才關議員和我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過去兩年 我們製作預算的時候 由於要保持著 根據基本法 入圍出平衡預算 但是我可以在這裡和大家說 最近我亦都和羅市長商量 是適當地為這個公屋的 和羅市長的範圍 希望能夠配合這個工作的需要 所以在明年的預算 到時也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這個人和這個預算的增加 特別因為工作的需要 多謝主席 多謝行政長官 李靜怡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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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長者方面是非常困擾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為了應對老齡化社會所帶來的長者照顧問題 當局會不會調整縮委供應的指標 讓未能夠治理的長者 在有需要的時候能夠及時獲得遠赦的照顧 而對於居家未能夠治理的長者以及護老者 政府又將會怎樣加強支持和資源的投入 去減輕家庭照顧的壓力呢? 在完善社會保障推進央職金制度構建的同時 政府又有需要加大社保資源的投放 政府何時會完成社保基金和財政營餘掛勾 撥款機制的可行性研究 又或者是由澳門基金會那裡 將資金去撥入社會保障基金當中 以穩健養老保障制度的資源、財政資源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多謝李靖兒議員的問題 人口老齡化是發達國家地區普遍的現象 澳門也是難以避免 根據特區五年規劃已經指出 全社會必須要同心協力 來應對人口老化的挑戰 而政府將構建全方位的人口發展戰略 涵蓋了出生、教育、就業、養老等人生不同階段的相關政策和措施 安老的目的是長者要活得健康、安全和受尊重 亦都需要家庭、社區、政府共同努力 而政府的主要是在政策和資源上作出支持 而澳門的安老政策 我們其實是非常之支持 是在家居安老的 政府是鼓勵家庭的照顧原居安老 政府委託了顧問機構進行了研究和建議 參考了本澳長者的健康狀況、家庭的支援條件 是訂定了65歲以上的人口3.4%作為院舍規劃的比率 這就是今天其中一個問題 我想大家很關心是否需要檢討 我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 在十年計劃裡面我們將會檢討這個比例是否還是適合的 近年申請院舍服務的長者確實持續增加 將檢討包括院舍服務在內的長期照顧服務規劃指標 特別在這個十年計劃裡面 如何能夠調整長者院舍宿委供應數量和分配 以增加家居照顧和日間護理的服務供應 對於社區生活的體藥長者以及其護老者 政府會透過五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和五對家居照顧支援服務 提供健康照顧和生活協助 未來也會加強對居於舊式樓宇的體藥長者照顧和支援 對於貧困及有緊急入住院舍需要的長者 是設有機制援助 可以幫助她先入住私營的安老院 保障她確實的需要 養老的體系是多重的支柱多個層面的綜合包括的 包括了醫療居住 雙層社會保障、應急求助、社會福利、持續進修、社區老人服務、家庭支援等 亦都是發展多元化的老人服務宿舍的服務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在增建安老院的設施方面 我們在填海新區裡已經餘留了土地為相關的設施 社會保障基金是澳門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 而更加有社會援助和社會福利 總共是三個層面作為社會保障的體系 政府是需要平衡整體公共資源有效分配 公款由政府、僱員、僱主共同承擔 確保這個基金的穩健 在2016年底 社保基金現在的資產總值是700億元 整體的財政狀況是穩健的 近年社保基金主要的收入有 就是2013年起社保基金由博彩經營無收入所得的分配份額 獲調升至75% 過去四年政府對社保基金注資了370億元 亦都社保基金的公款在2017年起 調升至每月90元 近期的博彩業稅收回升 使到社保基金在博彩撥款裡也有所增加 特別注資及及早投入 實現長遠資產增值最大化 在穩健的投資基礎上 逐步調整投資組合的比例 爭取更理想的回報 以應付未來50年的財政需要 進一步鞏固制度的可持續發展 社保基金會秉持審慎理財的原則 進行資產管理 定期對基金的財政狀況進行精算 確保它的財政狀況的穩健性 根據現在社保基金的分析和評估 財政狀況是穩健的 也都暫時沒有需要額外的資源調配 這裡我作一些補充 其實當時我們經過精算報告之後 決定了政府在四年注資370億元 因為當時的財政盈餘比較充足 去確保社保基金的運作正常 現在大家看到一個它的投資 一個它的注資 另外也調升了90元的供款 加上現在博彩業回升一定的份額 我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 社保的財政確實是穩健的 大家也都不需要擔心 多謝主席 多謝行政長官 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休息半小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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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